兄弟们 这个新版神马超 我们下落头还是打得过的 但还是有两个点需要注意 一是一局不要抢线 人家一局两个技能 还有个急跑加伤害 我试过 开局出双不甲临失误的情况下抢线都是打不过的 正常抢线的话 大概率被拿一血 所以一级老老实实帮打也看下也去就行 然后第二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前期一定要先出肉 如果你裸一个cd鞋加隐心 那真打不了马超 因为这货前期伤害实在太高了 其实这是马超改动提升最多的就是前期伤害 前期咱们裸一个不甲鞋 然后憋护手 出完护手把不甲鞋换成cd鞋 然后你不要空技能 最好能叠两层被动的情况下 哎 咱们就打得过这个神马超了 到了中后期 咱们一眼是非常克制神马超的存在 马超去中路转线了 他肯定会回上的 在这叠好被动卡到一个位置 先来一个清理斩 他戳A闪条位 接下来注意我的细节 一步要空 二步要空 等他手上这枪戳出去后 再接清理斩直接拿下 你七斩焦躁了 是为了被人家的位移躲掉的 一千八百分队的神马超 对抗路 直接自保一路 对抗路打出优势后有两种思路 一时继续在对抗路单代繁衍 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的经济 给对面极大压力的同时 操作来抓你的对手 这种打法上限高的同时也有风险 因为此时你的队友可能会因为少了你而炸掉 如果你队友会玩 少人基本不会跟对面打 那你这样会很舒服 如果你队友很呆 我建议拿到优势后直接去参团 从而把优势辐射给队友 这局的加在界面里面也看到了 一个战力都没有 所以我就把他思路选择后者 其实如果零失误的话 下路头上前还是有的 但是容错率实在太低了 打团空一个技能直接就丧着战斗力 现在玩下路头有一种在玩露娜的感觉 打枪先给老一层 不能空 抢出正经序别都摸不到 那么目标换成太一 没序上不空就行 再接强挖一 接下来他们残血战略靠前 机会来了 二闪接大街轻机斩 再接二出出塔 消洒离去 多提一嘴 现在真机的病动打断不了下路头的轻机斩了 以前是可以的 应该是策划暗改了 不然就现在真机的出场率 下路头基本就废了 我方是大优势 本来黑暗暴军是我有拿下的 盘古十分钟掉了一波 这小龙对面想拿 盘古一一进场 一个大楼直接批四个 然后这时候再等一下苏列绕后来一手核弹大招 这团战打得太爽了 任何有能操作的机会一定要操作 因为这三季下路头本身就非常普通 如果你还微微弄弄 那一局下来基本就是一点作为都没有 真机以为在塔下就安全了 利用小命点为动 直接轻一展把塔刮掉 然后再说真机 就跟沙子一样了 6-0-6 下路头这才真的能打出这样的战绩吗 但是这把队友非常浪啊 像这一波苏列的操作我就有点没看懂 在队友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抱着个电池想去月塔强开对面 直接挡住我们被对面反倒 参与的队友还是要接一下的 这是一个团队游戏 来一来的没救下 好像我也要搭进去了 闪一闯墙墙 再戳一发拉开 害一孩追下去个面条再说 再接大扰霸题 找穿甲会下拉扯 马超也来了 你马超后期 怎么感觉下路头的啊 一接戳接轻一展 再戳一发再给我坐下吧你 再给大家多紧嘴啊 这个盘古也是非常克制马超的 因为马超的位移算强化普攻 被盘古脚越后马超就越不出来了 相当于是强制没有位移了 要被脚械的马超就跟宝宝一样随便杀 不过 这马让我感觉有点不对劲的是 明明又是这么大 为什么我会有种我们打团打不过对面的感觉啊 这时候一定要心无旁骛啊 兄弟们 操作好自己就完事了 别去管队友玩的怎么样 这波是不是绝对不能再追了 我还要操作 鞋怎么样 换复活 啊 有点不对劲啊 兄弟们 怎么越打这个战型越要我家这边靠啊 心无旁骛 心无旁骛啊 兄弟们 操作好自己就完事了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